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是2021年6月18日,美中时间下午2点51分,股市呢还有10分钟就要收盘了,今天呢是一个四乌日,所以这个股市最后的基本上呢都是大跌的,然后在最后这个一个小时当中呢股市都进行了有所上升吧,可以说是震荡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情况了,什么叫四乌日有朋友问啊, 四乌日呢实际上就是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呢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到期结算日,最后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小时呢叫做四乌小时,也就是说纽约时间呢下午3点到4点,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了,然后这个四乌日呢结算的商品一共有四类,一类呢是股票指数期货,一类是股票指数选择权,还有是第三类是期权,第四类是个股的期货, 所以我们现在呢正是处于这个四乌日的时间,今天呢可以说是股票呢是大跌了,各个不论是道指纳指还是标普吧,还是罗嗦都是在大跌今天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主要是美联储呢,卡什卡利呢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他说呢就是 缩减购债规模的时候呢,基本上均循上次的做法,也就是说先通知大家,然后再进行缩减购债的规模, 昨天大家知道这个就业情况呢不及预期,而前天的时候呢美联储讲话又说呢要准备缩减QE, 估计在2023年之前呢至少要进行两次加息,也就是说从鸽派呢转向鹰派的这么一个观点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市场就一直是震动比较严重了,另外的话美联储加息预期呢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市场呢就在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开始加息,这是这么几个观点了, 第一个呢是说几个月来呢投资者一直想知道美联储何时开始大规模的缩减购债规模, 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透露围绕减码的讨论正在进行中视, 决策者们呢提前预期加息时间和步伐引起了震惊, 盖过了这一消息,一天之后呢市场的注意力回到了减码的实际上, 同时呢也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美联储的点阵图成了表明 他已经准备好开始结束疫情刺激的工具呢, 后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点阵图呢,就是美联储呢后来又说不可以全部依靠这个点阵图来就是决定这个做决定了, 第二点的话呢他说的是呢美联储前经济学家现在呢华盛顿Cornestone Marco LLC担任合伙人的Robert Paley呢就说, 如果你担心通胀,我会认为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拉动减码杠杆, 而不是加息杠杆,整件事情呢有点怪怪的, 第三个呢是分析师的预测, 美联储呢在八月会,八月份的杰克逊霍尔的年会上或者是九月初呢将发出这个行动的信号, 这时真正宣布会到今年或者是更晚的时间了, 这与他们在本周讨论会议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今年九月份了, 我也昨天前天呢也都给朋友们打过这个预防针了, 然后第四个呢是说,当天会议结束后, 高盛集团和德意志银行均维持其减码与其时间不变, 即可能在杰克逊霍尔年会或者是几周后发出信号, 几个月后正式宣布, 巴克莱的经济学家呢则结束了提前, 则提前了预估, 他们认为现在减码会在11月而不是明年的1月份启动, 所以这是关于加息的一个问题, 实际我感觉加息呢不是最重要的, 目前的话呢是要注意一下美联储什么时候呢, 开始做这个就是缩减购债的这个情况了, 这个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然后他们呢认为呢就是美联储的Kashkin认为是在基准利率呢, 近零水平至少要维持到2023年底之后了, 他认为不会进行加息了就是, 我们相信呢因为他认为呢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实现, 充分的就业, 而我相信呢这些较高的通胀数据呢将是暂时的, 相信经济重新开放呢正在推高价格, 随着供应制约的缓解, 物价涨势将消退, 他认为会这个经济也就是通货膨胀呢只是一个暂时的问题了, 我们不管他现在是暂时也好还是长久的通货膨胀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总之朋友们呢要做好这个时刻大盘掉头向下掉20%的这么一个准备了, 也就是说呢时刻做好这个高位就是高位高估值PE的这种股票的这个减仓的操作, 然后时刻准备好呢大头准备好一些现金了, 等大盘掉转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抄底, 所以这是我认为目前的一个投资策略了, 然后再有的话呢下周一的话呢两党呢将评估这个基建计划了, 所以到时候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有可能呢基建股呢又有一波率好了, 前昨天的话的基建是不太好的, 基建金融了都不很好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又有一些涨势了,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对于点证图过去曾给予过强硬的指导支持取消他, 所以他们不想再用这个点证图了, 因为点证图的话呢给大家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stressful的这种situation了, 大家非常stressful, 好了我们不管那个了, 今天看一下我们这个股指的股票的情况, 现在还有四分钟就要收盘了, 然后看一下呢今天基本上罗素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跌的最狠的一个了跌的2.20%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抵抗的下来了, 这是两点钟之后开始四无日开始交际的时候呢, 它又有所回升了, 目前的话呢是在一个上升区间当中往上拉, 但是它收盘能不能收上去我还是怀疑太多, 估计呢也会最后收盘跌个2%左右吧, 然后这是标普500了, 标普500的话今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负的1%左右的话这样上下浮动了, 现在这个是两点之后四无日之后, 四无时的两点之后又开始这个期权交割的时候呢, 这四项交割的时候呢它有所提升, 但也基本上是在低位, 纳指呢同样的道理也是一直在低位, 跌了0.69%目前的情况, 所以呢也没有太多的, 好,没有太多的这个利好了, 道指呢同样的道理基本上是在这个, 负的1.43%的这个线上下左右回动, 还算是比较平稳, 目前的话呢看着都是不是很给力了, 这个道指的话呢大家看实际上已经, 基本上应该说是快到底了, 看它这个情况的话呢, 在跌上个两三天到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3275.8这个位置的话呢, 跌到这儿它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如果下跌的话呢, 我估计明天跌到这个位置很有可能, 如果要是在这个33194.3这个地方能支撑住的话呢, 最好了到时就可以开启这个往上上行的通道了, 如果不行的话呢, 它很可能跌到下半这个3275.8这个位置, 所以朋友们要做好这个随时测仓5%的这个准备了, 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板, 标普5板今天也是一路下跌了, 蹭蹭蹭的往下跌, 现在已经是跌了1.13%了, 所以下一个支撑位的话呢, 我们看它能否在这个4141.45点这个地方能够能否支撑住, 如果支撑不住的话, 我们就要看下方的这个4043.10点了, 如果再不行的话呢, 就要到下方3997.1点了, 所以如果这几个支撑不住的话, 它就很有可能大规模的向下掉头, 来个10%以上的回车,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朋友们的话呢, 注意配置股票的时候要注意减仓了, 不过目前的话呢, 我认为应该是跌了一部分, 快到底了, 这个纳指的话呢, 目前还是在高位, 没有, 今天的话呢, 只跌了0.8%了, 还没有开始开启这个下跌的行情了, 但看它这个KDJ的话呢, 还是有这个意向的啊, 要有下跌的意向的, 所以看它明天能否支撑住, 这个13000, 看它会不会支撑住13864.7点这个点, 能否支撑住, 如果支撑不住的话呢, 我们就要看下方的这个13667.8点了,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呢, 就可能掉到下方的13545.9点, 这就有可能是什么呢, 又一个头肩顶就形成了, 就很可怕的一个模型模式了啊, 希望它能够支撑住, 只要我们这条线的话呢, 也就是在这个13650, 13650点, 49点这个点的话, 如果能支撑住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前面的这个高位的话呢, 应该是已经突破了, 就是这个头肩顶的这么一个形态了, 然后认为它的话呢, 还是在这个上升区间当中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它随时回撤往下回撤是很正常的, 正常不过了, 甚至撤到这个12400点的话呢, 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朋友们要时刻的做好这个打压估值和减仓的这么一个准备, 这是大家要时刻注意的, 好, 现在股市收盘了, 这个是刚刚定型收盘了, 我们看看纳指和这个各方面的情况, 这个最后我们股市收盘的话呢, 纳指是跌了0.92点, 标普500跌了1.31点, 道指跌了1.57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相关的板块, 基本上都是跌了, 大家可以看不论是日常消费品, 科学消费品, 医疗或者基础材料, 工业, 科技能源, 公共事业等等吧, 金融半导体, 各个电信了, 房地产, 各个板块, 生物技术, 各个板块都是收跌的, 基本上都有0.56%, 然后有的最低的话呢, 可能就是这个可选消费品的0.56%, 其他的话呢, 都是1.7%, 1点多的, 甚至2%以上的这个跌幅了, 像这个能源的话, 2.98%的跌幅了, 前一阵子这个能源涨得比较好, 目前的话呢, 这个大宗商品呢, 实际时候是受到这个打压的啊, 大宗商品这个大家都在说回撤这个, 大宗商品的价格, 所以它受到打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这就是目前的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了, 今天是四屋日, 所以的话呢, 股市没有怎么涨, 让大家呢, 感觉心里糟糟的, 也没有过一个开心的这个周末了, 不像上周啊, 都是过了一个开心的周末, 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说的是怎么样, 电商股的话呢, 尾盘的时候多数走低, 然后他说什么呀, 我们这是长端跌端涨, 美债收益率曲线加速趋平, 银行股再度下挫, 我们说过了银行股呢, 现在目前是出于高位了, 还和它那个一些个基础, 那个价值股呢, 都是出于高位, 所以要小心进入了, 而且这个银行股的, 它每年的这个收益率呢, 是会下降的, 银行它本身的话呢, 也都是这种表现的, 华尔街的银行呢, 也都发出了业务的预警, 提示呢, 交易繁荣期或已结束, 高盛的们呢, 都说银行目前的市场的收入呢, 正在大幅度下降, 甚至和过去一年比呢, 也是这样子的, 这主要是呢, 美国大型的银行通过股票, 证券类的交易, 以及为企业提供交易的建议呢, 原来呢, 取得了非常令人可观的这个业绩了, 但是今年的话呢, 这个业绩都已经有所下滑了, 这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这个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看到30年的国债率呢, 美债收益率呢, 下逼2%的关口,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 飘升至16个月的最高, 所以收益率曲线趋平, 对银行股不利,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银行它是怎么赚钱呢, 它是靠什么呢, 一方面, 就是说有自己的钱, 朋友们存进去钱, 存到银行, 他给你一部分小的利息, 然后他再把这个钱呢, 打包出去, 借出去再放贷, 然后他呢, 再收取高额的利息, 它赚的是双方的差价, 所以这个短期的利息呢, 越低, 然后长期的利息越高, 这样的话它利率的就是越大嘛, 它的收益呢会越好, 银行的收益会利润的会越高, 可是现在30年的美债收益率呢, 下跌逼至2%的关口, 而两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呢, 升至16个月的最高, 也就是说短期的话呢, 升高了, 而长期的话呢, 下降了, 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这个差价呢, 是降低的, 差价降低之后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对银行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它的收益是会下降的, 所以是对他们非常不利的, 本周五呢, 本周的话呢, 标普金融板块跌超5%, 是大盘跌幅的三倍了, 金融板块跌得非常严重, 短端的美债反映了加息的疫情, 而长端的美债暗示了经济不振, 所以对复苏最敏感的板块引领了美股的抛售,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看收盘, 收盘的话呢, 道指初步收跌约530点, 半导体板块, 汽油股, 银行股多数下挫, 中概在线教育股集体反弹, 今天倒是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 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概股的这个情况, 这个前一阵的朋友们有问这个教育股怎么样, 今天的话呢, 这个高途了和好未来了都涨了非常的好, 好未来呢, 涨了8.54%了, 新东方的没怎么涨, 还是跌幅的, 但是它开盘的时候呢, 实际是有一个高的高方的上冲的, 然后后来又下跌下来了,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杀猪盘了, 套牢盘了, 套人的这种信号了, 高开低走嘛, 然后的话呢, 但是好未来的和高途的话呢, 还是不错, 一路上涨了高歌猛进啊, 高途也是开盘高开低走, 但最不管怎么说吧, 收尾还是收高的, 4.34%所以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道指这是各个股的情况了, 另外的话呢, 美股芯片股普跌, 半导体ETF跌2.48%, 然后几个大型科技股当中的只有奈飞收涨, 苹果谷歌超跌1%, Facebook跌2%, 所以都跌幅非常的严重了, 然后另一轮股股的是油价连续四周上涨, 这是比较让人开心的事情了, 因为这个主要是一个是受计这个经济的利好嘛, 再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石油供应市场的供应, 可能经历一个难以置信的这个紧张的夏季了, 所以这个油价上涨是在意料当中的也是啊, 然后的话呢, 标普500本周是超累跌了1.5%了, 是两个月以来的周最大的跌幅, 确实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 1.9%是不小的一个跌幅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基本上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道指的话成交量是5.23亿亿股, 纳指成交量5.23亿股, 所以的话呢, 它这成交量的话呢, 道指是有缩量的, 纳指呢是有上涨的, 也是缩量的这么一个表现, 标普500呢成交32.75亿股, 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上涨的表现, 比上一交集日呢25.89亿股呢是上涨的,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大盘的个股的大盘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看能否抄底啊目前, 昨天我已经说了这特斯拉和烧批饭呢已经是起稳了, 所以看今天大盘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怎么跌, 反而特斯拉还向上涨了一个点, 然后烧批饭呢也涨了1.19%个点了,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BigCommerce呢昨天我也推荐, 我说朋友们这个已经立稳了, 可以往上走了, 它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 今天呢也是涨了4.81%个点,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个AMD的话呢它有一个消息了, 就是要收购这个ARM这个公司嘛, 所以目前的话呢我们还等它这个审批的结果, 今天呢它也是涨了0.11%个点, 所以还是不错的整体啊, 然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大指数, 到底那个站稳没站稳啊, 我给朋友们分析一下, 大家您看啊这个是纳指, 纳指今天的话呢是跌了0.78%个点, 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下跌呢, 是一个放量的下跌可以说, 所以这个纳指的话呢基本上呢我感觉它下周呢还是应该会以跌为主的, 而且最起码呢是要再跌上它的个, 少说我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我们看看能跌多少个点, 至少的话呢三四个点应该是可以的, 下周再跌三四个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现在的话呢342点, 342块6毛3, 其实上呢已经是到下方的这个了, 现在这个支撑呢就要变成压力了, 这个344.52到355.96这个呢是支撑呢就已经变成它的压力了, 所以我们看下方338到339.2能否支撑住, 如果能支撑住的话呢可以开启上行行情, 如果支撑不住的话呢下一部分就要掉到这个325到327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是纳指, 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随时回撤的准备,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标普500的话呢今天这是放量的大跌, 大跌1.3了, 就今天一天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跌幅了, 而且出现了这个顶, 它自从出现顶背离的信号之后呢的话呢就一直在是往下走的嘛, 一直是横盘震荡了, 没有怎么再往上走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跌到195.03了,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到196.26这个位置已经从支撑变成压力了, 所以我们下方的话呢看到193.10到193.50能否支撑住, 能支撑住的话呢它可以开启上行的行情, 如果支撑不住的话呢下面就可能掉到191.50, 也就是说呢再有五个点, 也就是说呢再有2.5%到3%左右的跌幅也是可以的, 这是标普500了, 罗素的话呢今天是跌的最严重的2.39%了, 现在已经跌到221.85了这个位置, 221.85的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这个206.8这个地方呢还是在支撑的支撑范围当中, 看它明天呢就是周一能否跌破这个点, 如果跌破的话这就变成支撑就变成压力了, 我们下一部分就看它这188到199这个位置能否撑住了, 能撑住最好撑不住的话呢我们时刻要做好它掉头的这个准备, 所以朋友们准备好现金准备抄底了啊, 然后这个道指道指今天已经也是也就是已经跌破了原来的时候这两个支撑了, 339还有是334这两个支撑位呢都已经跌破了, 现在的话呢我们看下方这个330.79到332.62这个地方能否支撑住, 能支撑住也就是说今天呢能支撑住下周一开涨是最好的, 如果支撑不住的话呢很可能就掉到下方的325.80到325.87这个位置了, 所以朋友们时刻做好这个抄底的准备, 大家准备好银子吧, 好了而且是它这个下跌, 大家朋友们看见没有是一个放量的下跌, 这道指放量的下跌表示什么呢, 是表示它是一个见底的信号, 所以很有可能开启这个上涨的行情, 而且道指呢已经连续跌了多少天了, 跌的将近是123456789天了, 已经跌了将近9天了,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近, 如果要是做DIA的话呢可以考虑就是加仓了啊, 然后这个罗素呢估计还得再跌两天, 但是它也出现了这个底部放量的信号, 看见没有这是放量的下跌了, 所以放量的下跌是怎么形成的呢, 实际上就是两方的一个博弈了, 一方面呢是有的人持不住了, 觉得哎呀这个股肯定不行了, 赶快赶快赶快把它卖掉, 可是它卖掉之后呢恰恰有人呢在底部就看到了一个增长的信号, 说什么没错这个股现在已经跌到底了, 我要是个抄底的好时机, 所以就有人去买一方卖一方买, 这才能成交是不是啊, 所以才有一个放量的成交, 至于它如果要是没有底方, 假设没有人去接盘的话呢, 它这种跌的话呢下跌会是一个缩量的跌, 不会是这种放量的跌, 那时候呢是不是见底的信号, 而现在出现这种放量的下跌呢, 表示实际上是一个见底的信号, 朋友如果有银子的话赶紧准备好了, 这些罗素呢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了啊, 罗素和道指都已经到了差不多, 温盖我们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下跌呢, 也是一个稍微小放量的下跌, 但还不是大放量的下跌, 朋友您看这个大放量的下跌是这种形式的, 它叫大放量的下跌了, 所以它这个估计还要再跌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标普500不着急, 接着让它再跌上它个355点再近, 所以现在不要急, 纳指的话呢, 这个是说实话, 今天这个跌呢是缩量的, 看它这个涨是有量, 跌的话呢也有量, 也是有点放量, 但不是最大的放量, 朋友们您看这个位置, 看见这个位置吗,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还有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跌, 这是真正的放量的跌, 这是抄底的好机会, 所以目前的话呢是高位的, 高位上涨和下跌的都没有太大的量了, 所以朋友们要小心了, 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的了, 只能出货不能进货的位置啊, 嗯,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点击订阅, 留言分享, 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 周末愉快。